好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 这句话比较简单 各位可以看到动词都过去式 可以帮自己提醒一下 这里有三个动作 三个动作都是过去式 所以I discovered 接下来我发现了一个a bright stage 这个画起来 什么叫stage stage就是舞台 这个是舞台的意思 所以我看到一个很bright 什么叫做bright bright这个字是明亮的 很闪亮的 我看到一个闪闪亮亮的舞台 就出现在哪里 我看到一个很闪的舞台 就at one end 这个at one end我要特别讲一下 什么叫at one end end是尾端 end when end就是尾端 就是另外的一头在尾端 为什么这里要用尾端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去出席过那种很在地的版德宴会 对不对 版德宴会都会有这种很大的帐篷 这个帐篷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桌子 然后大家都在里面吃 对不对 这边就是一头 这样子长长的走到上面 这边是一个end 这边是一个end 是一个尾端 这里一个帐篷会有两边 那这两边就两个头 那这个头跟这个头 所以在at one end 在其中的这一端 就是at one end 留意它的介细词用at 是用at at the end 在其中的这一端 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户外的厨房就位在这边 那另外这一头就会有个闪亮的舞台 这个舞台 stage就位在这里 通常我们台湾人的那个版德都是这样 前面这一端是个大型的舞台 那另外这一端就是我们的户外的那些厨师的厨房 他们所厨房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叫at one end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听 他呢的后面的讲解 好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好 接下来 i also noticed 各位刚刚有听到 对他说他也怎么样 also also是副词叫做也 修饰这个一般动词叫注意 他不但怎么样 他还注意到什么 来notice加上d 加上d是过去式 i also 来notice中文叫注意 如果是你不知道的中文 你不知道的意思 都要帮自己补充上去 有写才会留下印象 好 所以i also 我也怎么样 noticed 他注意到一个非常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 thing 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来这个写杠号 这个杠号呢 这个就是补充说明 他要补充说明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这个very interesting 他补充说明这个有趣的东西就是 there was an 他发现了一个有一个户外的厨房 an outdoor kitchen 有没有一个很户外的厨房 通常在台湾才会有这样的状态 户外的厨房 在国外没有 好 所以outdoor outdoor这个字叫做外面的 也可以翻译成户外的 户外的活动 我们叫outdoor activity outdoor kitchen 就是放在外头的厨房 这个很有趣 这个户外的厨房 就是他所谓 他所发现的very interesting 他发现到的有趣的东西 好 所以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 这条线 你也可以用打斗号的方式 来表示补充说明 so i also noticed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there was an outdoor kitchen 他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户外的厨房 the cook 这个什么叫cook cook这个字叫做厨师 他发现到许多的厨师们 他用的是复述 所以老师的中文也会翻译成厨师们 这里加了s 很多的厨师们就在outdoor kitchen 在这个户外的厨房里面正在busy 他们正在忙碌的做什么事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文法 叫做be busy be 动词加上busy是个特殊文法 be 动词加上busy 然后翻译成忙碌的 后面要加什么呢 后面一定要加上ing 所以各位看到be busy 后面要加ing 这个会不会考文法 克漏字一定会考 所以各位可以帮自己画起来 看到be busy 后面就是要加上ing 所以be busy preparing 什么叫prepare prepare这个字叫做准备 prepare 这个字叫准备